近段时间里,范冰冰被抢脑众人推,谣言四起,负面风波不断,此前范冰冰被传亲密罩,工作室曾发生辟谣,自此之后再也没对外界负面风波做过任何回应,而这让外界对范冰冰的造谣更是肆意乱了,恶评有增无解。 对范冰冰俨然已从茶余饭后的笑谈近声为网络暴力,最近范冰冰母亲回应范冰冰相关时,一句不希望被评论,看得出范母已经对网络暴力很忌惮近日,处于负面风波的范冰冰鲜少露面,她再次为某时尚杂志代言录视频,在后台采访时,范冰冰谈近日网络暴力称,不会被外界意志转移,会把恶意变成正能量。 近日,范冰冰为某杂志录制视频,在前不久范冰冰曾为某品牌代言录视频现身过一次。 在当时范冰冰脸颊消瘦,颜值拖向塌陷,而此次再次亮相的她脸蛋上肉相变多。 颜值回暖,早前范冰冰面对网络暴力时就曾表示会不断给自己洗脑,从来都不会为这样的事情难受。 而此次范冰冰在谈近期网络暴力,她依旧和之前是同样的心态。 范冰冰表示对于各种黑的态度,自己已经有了对抗伤害的武器,千万别随他们的意志而转移,一定要把恶意的东西变成正能量。 范冰冰自出道至今,一路走来为少精灵,网络暴力。 而此次在采访中范冰冰表示今天没有被黑死还能自由活着,是因为自己不服输,你们越说我什么,我就要越证明什么,暗指自己现在面对网络暴力依旧不会服输。 此次范冰冰露面谈网络暴力是一方面,实则她也是在公开叫板网络暴力,和当初杨幂一样,有一股打不死我,会使我变更强的劲头。 而范冰冰近期也确实在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,近期她的工作团队已完成了爱丽的心,公益活动,对244位幻冰儿童的救助,这正是范冰冰所谓的反恶意变正能量吧。 不得不说范冰冰内心太强大,面对如此一波凶狠的网络暴力,换成一般一人不死,也得是伤痕累累了。 而范冰冰却依旧坚挺如松,不愧对范冰称号免责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字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,文于席原创。